那我们今天把其中的一位师傅请到了现场 我们掌声有请 好不好 欢迎施德成师傅 您好 您好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来自河南登峰 少林是31代俗家弟子 欢迎您 欢迎 谢谢大家 您当时收了多少个徒弟啊 真正的徒弟是有几十个 学生就很多了 学生也有几千学生 这算是徒弟还是学生 也算我的徒弟 算是徒弟 是吧 说是徒弟 说是您对他的印象好吗 刚来的时候嘛 在我们那个学校练舞嘛 当时我们就是每天早上因为五点起床嘛 训练啊 跑步啊 练数字什么的 他呢好几次都是在睡大觉 第三次的时候我就用棍就抽了 经过教训以后 然后就自己呢 也就比较用心了 练功呢 也就比较刻苦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招您喜欢了吧 经常呢 叫他到我的房间呢 开个小招啊 怎么个小子 多教几招 我记得哈 因为我从那个家里面到学校之后呢 然后师父对我特别照顾 家里面穷嘛 我们那时候吃水果很不容易的 然后师父每次叫我 来我办公室一趟 然后在办公室给我整了水果 先把水果吃完了 咱们再开始练 会不会你觉得从师父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我师父呢 从小教我们就是武德 除了我们练武术之外呢 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练武术 除了强身健体之外 还是就是保护自己 防身 保护家人 还要健一勇为 这些东西其实到现在来说 对我的影响很深的